你最关心的话题 你最在乎的领域 不以人物论大小 不以深浅断话题 三三来客了 我在这里等你 各位好 欢迎收看三三来客了 我是文婷 一提到新西兰的特产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 首先想到这里的牛和羊 到目前为止 新西兰牛和羊与人的比例 虽然已经降至了1比5 可是在这个畜牧的行业 新西兰一定是世界前例 在这里的乳制品行业 也是成为整个国家的经济支柱 今天请到我们节目录制的嘉宾 是一位在乳制品行业当中 非常具有精力的行家 他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叫做杨光哥 杨光哥 你好 你好 首先我们很多观众可能听过您的名字 已经是耳熟能详 但是也许不是每个人都知道 为什么您叫杨光哥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我的英文名叫桑晒 所以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杨光哥 是 但是不是每个人的英文名 都会翻译成中文名来 来称呼他这个名字 所以其实你是很喜欢这个中文 对 其实也是别人帮我取的 所以这叫着叫着呢 因为我有很多的以前很多的听众观众呢 都是中老年人 年纪稍微大脸的 英语没有那么好 所以呢 直接大家就叫我杨光哥 那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名字 而且你也是会把这个名字变成很多的logo 比如说我听说有这个帽子啊 皮带啊 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配件 其实也是很喜欢穿着在自己的身上 年少轻狂嘛 我们看到这张照片是您跟很多的这个小羊们在一起是吗 对对对 然后经常有人会问我这个杨光哥跟羊有没有关系啊 对 因为我们公司也是有养了很多的羊 我们公司99%的员工都不是人 也是羊 所以呢 经常呢 我们会到羊场去看看 这个也是机缘巧合 正好也是谐音嘛 杨光哥也是羊羊的嘛 对 所以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整个新西兰人和羊的这个比例 实际上它逐年是在成一个下降的趋势 以前好像最高的时候达到了29比1 但现在基本上1比不到6了 但是它仍然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字 在世界上来讲的话 所以你刚刚说羊成为员工了 这是在新西兰很常见的事情吗 像我们公司的话 以前呢 羊可以达到我们公司占比的 员工占比的99% 那这几年呢 因为有我们很多的新的人的员工进来了 所以它占比可能现在是90%左右 对 但是实际上因为整个新西兰来说 我们的畜牧业 我们的乳制品 它是占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比重 所以羊和牛的数量也一直都是比较多的 杨光哥其实对于熟悉您的人来说 当然知道您是在这个乳制品行业 摸爬滚打非常多年了 但是可能还有很多观众也许不太了解 您的这个经历 实际上最开始您大学是在新西兰读的 然后从本科的时候开始就是学习的营养学 对对 我在奥克兰大学读的学士是读的食品学 也是学关于这种食品科技啊 包括营养啊这一块的 那么我的硕士是读的生物 因为读完生物以后 读完生物硕士以后 我就在我现在就职的这个公司工作 可是您现在负责的并不是关于食品的研究 也不是生物学方面的研究 您现在是在做更多的是跟营销有关的 其实呢 一方面可以说是营销这块 但是很多时候呢 我们是讲怎么把好的产品带给大家 因为大家对这种营养的这个知识啊 怎么吃啊 包括新西兰的很多好的这种食品啊 并不是那么了解 可能知道都说好 但是不知道它究竟为什么这么好 那么实际上我们所做的呢 一个是我负责的是研发这块 其实我也有设计的 就是怎么把一个好的产品研发出来这个方向 第二个呢 是怎么把一个好的产品给商业化 所以呢 我包括我做这个硕士研究的时候呢 其实有一很大一部分就是讲的是怎么把一个好的食品 或者一个好的产品能够商业化 能够带给更多的消费者 也就是说实际上你在推广给消费者之前 你自己作为营销的角色要先非常了解 你到底推销的是什么 是的 或者说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是信靠你所就是去推广的这个产品 对对对 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产品是什么 所以换句话来说 您对你现在所做的每一份销售的工作 或者说营销的工作都是了如指掌的 感觉是比较知道 还是要需要知道更多 对 可是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乳制品在新西兰来说 它范围也很广 是的 从这个山羊奶绵羊奶 然后到我们非常熟悉的 其实牛奶应该说是最常见的 是的 那很多时候可能从不同的人来选择这个乳制品 它就会很困惑 甚至有一些人他可能会觉得是一种广告的噱头 觉得说我喝什么奶的可能差不多 就是一个口感的问题 那实际上从您刚刚说你是学营养学的吗 它这些类型它是不是其实是有针对性 对于每个人不一样 对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实际上每一种奶或者说你说哪个奶好 这其实是一个很泛的问题 对对吧 我们实际上讲究一个问题的话 一定要把它分文别位 比如说你是什么样的人群 或者你对营养的需求是什么样的 你在哪个年龄阶段 你的性别是吧 这个都都会有不同 和性别也有关系 跟性别也有关系 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新西兰的羊奶很好 牛奶很好 新西兰的婴幼儿奶粉很好 这个是其实是有区别的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 有些喝完牛奶的 感觉有时候会蛋白质过敏 对对不对 还有这个什么所谓的乳糖不耐受 乳糖不耐 那可能喝完羊奶感觉会好一点 为什么 因为羊奶蛋白质它会比较适合吸收一点 但是呢又反过来说有人呢又喜欢喝牛奶 因为什么它的整个的这个价格呢 可能会稍微低一点 它可能它接受程度的味道啊 可能接受程度会高一点 所以很难以一个产品来说这个东西好还是坏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经常会说 亚洲人经常会说有一个什么乳糖不耐症 对对不对 所以呢有时候喝的话 我们不能像欧美或者像新西兰本地的这个kiwi 这样喝奶 平时他们都当水喝 对不对 还有一个你喝的这种方式 我们这边人没有喝热的吧 新西兰本地的这个都是喝 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 对但是如果是我们按照这个kiwi的喝的方式呢 就会容易拉肚子 所以呢你这个一个产品怎么喝 什么什么年龄段什么性别其实都有关系的 您刚刚说到的我特别好奇啊 那女性到底是适合喝什么 对女性呢最近比较火的就是 比如说我们以这个羊奶再加胶原蛋白 以这种结合 那奶粉它不仅仅就是一个奶粉啊 奶粉其实是它是一种 保健品 配方的 因为保健品大家可能带点奇异说 这个是有点种感觉 但是实际上呢我们是讲究的是一种健康的食品 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奶粉 因为奶粉里面含的最多什么 蛋白质啊 钙啊像这些东西比较好 那我们同时呢再附加一些比较好的一样元素 然后呢能够把这些好多东西呢一起带给大家 那么这就是一个不同的产品 那其实我们知道牛奶 当然喝新鲜牛奶的人群应该说算是最多的 是的 可是那羊奶和这个 羊奶当然又分了几种类型 对对对 好像喝新鲜的好像就不如这个奶粉的人多 对新鲜奶的话其实最最好的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非常的方便 大家就是不用怎么想一开一罐或者喝冷就喝冷的啊 微波炉热一下也可以 但实际上有一点的话它不如奶粉是有一点是它没有办法添加很多的营养物质 因为很多的营养物质像维生素啊像这些它在液体的这种情况下它不是很稳定 所以呢我们一定说一定有些是要加奶粉 为什么大家看婴幼儿没有说婴幼儿液体奶还是比较少对不对 基本就是婴幼儿奶粉 那它这个奶粉就是因为它要模仿母乳添加很多营养元素 当然我就在这里说母乳当然是最好的 是是是 对对 所以其实奶粉很多人讲说比这个牛奶更容易让人吸收这个是真的吗 嗯它要看怎么比 就是说奶粉如果你一下喝很多很多啊 不按它比例 冲条比例来喝的话 那可能会有些问题 但是你按它冲条比例喝的话 它其实含着很多营养元素啊会更丰富一些 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可能有一些对于牛奶不是太耐受的人去 他可以选择羊奶啊 对对对 或者羊奶粉 可是羊奶的味道好像跟牛奶的区别也挺大的 嗯 有的人可能受不了这个好像羊山味啊 对对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去避免喝羊奶没有味道 他其实呢你要看羊的饲养方式 因为有的羊呢确实是他一个生生活的环境 他吃的饲料和他整个奶的加工方式都会影响他最后的味道 嗯那比如说星期晚的话我们使用这种青草味啊 嗯使用这种快速加工 是 像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它的味道会少很多 对 还有一点您问我啊 就是说怎么能够解决啊 嗯 你不一定要喝呀 我们其实这周末就做了一个羊奶胡萝卜馒头 就拿羊奶粉把你的面粉替换一部分替换成羊奶粉 嗯 再把它做成馒头 味道非常非常的香 哦 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很想要摄取这方面的这个营养物质 你可以选择把它放进你生活当中所有膳食里面 对对就可以换成你不同的就把你的不同的食物替换一些替换成这个羊奶既补充蛋白质又补充很好的一些营养元素 嗯 可是虽然新西兰是这个产牛羊的大国啊 嗯 可是我仍然听说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谣言 嗯 我仍然听说就是这个羊奶的产量它是非常的少的 对 所以实际上这个市面上的很多哪怕并不是假货的羊奶粉 它里面都会添加很多的其他的这个物质并不是只有羊奶的这个物质 可能还会掺杂一些这个牛奶等等 嗯 是真的吗 这其实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啊 那为什么呢 就是俗话说一只牛十只羊嘛 确实从产量来说羊奶要比牛奶少很多 嗯 大家如果去过牧场看到羊的熊其实是跟人是一样的 是 牛的熊要比比人的熊要多几个比羊的熊要多几个 是 所以它产奶的量是非常非常少的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因为这个羊奶非常非常的珍贵非常非常稀少嘛 所以呢也有很多就选择添加很多其他的这个成分进来 嗯 那么呢有一点大家说好像和纯的羊奶百分之百的话 你一定要看认诊的标签上 就是呢上面会写百分之百的羊奶 嗯 如果有些添加其他东西呢 哎不一定说它不好啊 比如说我们有添加胶原蛋白 有添加膳食纤维益生菌 是 这都是好的成分 只是它会做成一个不同这种配方的奶粉 嗯 来做作为 所以实际上市面上现在销售或者说是 嗯 呃这个产量更大的还是属于配方型的奶粉 对配方型的比较多一点 嗯 但是羊奶的这个类型里面比如说山羊奶和绵羊奶哈 嗯 它这种这两种的区分又是什么或者营养的物质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相对来说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宣传啊 嗯 因为大家觉得有各种各样的噱头确实啊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宣传 目前来说呢绵羊奶也有很多的研究 但是基本上从古代到现代呢 呃研究最多的还是山羊奶 嗯 啊因为我们所有说的这个包括大家看到这个羊 嗯 中国这个羊其实现在就是山羊头上两个鸣角嘛是吧 然后像我们很多其他国家的包括我们学术上的一些论文所研究的 都是以以山羊为主 山羊的话它其实它饲养的这个时间啊 包括它的饲养的这个技术啊历史都会都会比较久比较好 嗯 所以绵羊它是没有那么容易产奶吗 绵羊相相对来说的话 它其实经过这几代培育的话 现在产奶也是可以的 嗯 对 所以其实我们在新西兰可能放眼望去觉得羊很多 是 但实际上羊产出来的奶和牛比起来的话还是非常的少的 对的对的 那另外一个方面 嗯 我知道您是一个乳制品乳制品企业的一个营销的总监了哈 这个面向中国市场的 那整个新西兰据您了解到就是据规模的乳制品企业大概有多少家现在 现在这个据规模的乳制品包括现在有很多乳制品 它也不完全是做这个奶粉也有做一些健康产品啊 像这些我估计也就是十几家左右 哦 十几家 那实际上这个这个数额在我的感觉里面不算特别多 不算特别多也有很多的这个厂 首先你看这个算大的 其实一般来说你要看有没有自己这个牧场 有没有自己的工厂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有只有自己的品牌 但是没有自己工厂 如果是按照工厂来说真正上规模的也就是十几家左右 所以我能不能弱弱的问一句哈 那这十几家具有规模的是否都是大量出口的企业 嗯可以可以这么说 你可以强强的说问一句 其实呢 因为新西兰本土市场的这个容量实在太少 我们经常说有有很多我们中国的这个朋友过来说 来自于一个中等城市人口六百万 新西兰现在多少 现在就五百万左右 实际上新西兰本土的消费能力按体量来说是非常非常小的 没错 所以基本上新西兰所有的这种产出到90%到95%以上 都会出口到全球各地中国包括其他的很多国家 所以换一个角度来说 是不是中国在所有这些企业面向这个出口的国家里面算是第一名 中国可以这么说 在乳制品这块肯定是第一名 因为中国是一个怎么说呢 不是一个典型的或者是个经典上意义的发展中国家 因为新西兰的乳制品可以说不是那么便宜 质量很好 但是这个价格也是相对比较高的 真正能够消费得起的 目前来说还是中国 还有部分的一些发展比较快的发展中国家 其实在中国这个市场上销售的这个国外的一些奶粉 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有几个比较大型的这个品牌 那究竟关于在其他的这些企业里面的品牌的这个出口的量 或者说是他们所站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有多大呢 我们稍微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听杨光哥给我们解读一下中国的市场 欢迎回来这里是三三来客了 我是文婷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在乳制品行业里面 有经历的一个行家杨光哥 下次欢迎你 你好 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偌大的蛋糕 中国市场 一说到中国市场 有很多做营销的或者说负责中国市场的人 可能谈起来都是这个热血澎湃的 那杨光哥您自己经历了还是满长时间的去负责这个部分 有什么样的心得体会 其实中国市场你说很多是很大的一个蛋糕 但是想分这个蛋糕的人也非常非常多 非常不容易 非常非常不容易 那么整个中国市场来说呢 它的这个准入啊是比较比较困难的 许可证很难 许可证非常难 比如说你要这个做婴幼儿配方奶粉 其实它经历了几个注册 那基本上这注册就会把很多不合规定的 或者是没有达到这个要求的都会拴掉 我这很疑惑啊 都知道比如说像新西兰产的这个乳制品 就因为它质量好 它合格 它可能受人喜欢 那为什么在这个里面可能还不能够达标 它的标准是什么 其实呢 那按照中国的很多的要求呢 它的对工厂的要求 或者在这一块呢 是要求非常非常严格的 因为中国其实在过去的十几年前也出过一些的这个问题 所以呢 政府呢对这个食品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不论是对进口或者是它本地的 中国本地的这种厂家都是要求很高 所以呢对于国外来说 也是要用这种标准来对你进行这个筛选 对 所以您是亲自参与了一步又一步的这种审核问题 对 然后不想再参与了 所以真正的能够就是顺利进入到中国市场之后 我们说突破了难关来接触到这个市场 你觉得它最大的特点又是什么 对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就是中国它其实不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 包括消费者 消费者其实在全球范围来说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 我不能说是刁钻吧 因为它对于这个产品的质量 它其实已经不讲究什么 不讲究性价比了 它讲究的是品价比 你的品质要好 你价格要合理 然后呢你的颜值还要美 对不对 所以呢 它对于这个整个产品来说的话 包括从新西兰过来的话 在十几年前可能我们所讲究的是什么 我们新西兰能给中国消费者提供什么 而今天我们要问的是 中国的消费者他需要我们新西兰提供什么 这两个这个方向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呢我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 其实也经历过了整个这个消费者的这个 它的变化 那么对于中国消费 中国来说一个是政策的 但实际上我觉得困难端 不仅仅是政策 还有消费者这块 我们怎么能够更了解消费者的需求 怎么能够更加更快的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这个就是供应链结构改革的这个一个方面 所以在所有的这个产品当中 中国的消费者他最偏好的是哪一种类型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我们前面所说的 这个消费者 你是指的哪一块的消费者 比如说 或者说换一个问题就是 你们现在所就是出口到中国市场的这个产品 它的年龄段大概是哪一些部分的 或者说是哪一个收入群体的人 是最愿意接受你们的产品 其实我们是覆盖到0到120岁 都有覆盖到 那么其实就是意思说什么呢 就是我们前面一部分是婴幼儿配方奶粉 这块其实大家知道的 星期晚其实有出口很多 那这块我们以羊奶粉为主 在全国也是排到前几名 那这一块的这个产品其实呢 不是小孩子选择的 是妈妈选择的 那妈妈选择为什么要选择羊奶粉呢 可能是从这个 因为羊奶粉比牛奶粉要贵很多嘛 但是可能从营养 从这个减少过敏 加强消化 像这块来选择的 对吧 就对于品质的要求比较多 那么呢我们还有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全齿的羊奶粉 有添加的不添加的这种羊奶粉 那么这种可能是普通的人群 然后我们也有添加胶原蛋白的 可能像天下这样的女性啊 爱美的 天下肯定爱美啊 然后呢像这女性呢 我们这些也会选择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比如说有一些 中老年 中老年呢他可能他有个短期的记忆的衰退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会选择一些建脑的 对脑大奶好的成分的羊奶粉 那这样的话 其实你每个年龄阶段 每个不同人群的需求都要照顾到 而不是说我一个产品就把大家都给满足了 因为中国消费者他对于他的营养需求 其实会根据你的年龄阶段而变化的 是所以在所有的这些中国消费者 当他们可能听过了你们的宣传也好 或者试用过了你们的产品之后啊 如果他真的是认可了你们的这个产品 是不是他就很容易转化成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顾客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子 因为一个好的产品 首先啊你做再多的营销 当然也是有用的啊 但是实际上呢新西兰的大多数企业 我觉得最不擅长的就是最做营销 最擅长的就是做咱们的产品 是 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花很多的这种时间和精力啊 资源在做产品上 做研究 做研究上面 那么一旦消费者他对这个产品信赖了 他就会一直选择下去 因为我们的产品的质量是比较稳定 因为新西兰整个环境也非常好 不过没有什么大的工厂啊 大的工厂也就是我们几个奶粉厂啊 对不对 所以呢整个环境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产品的品质也是很稳定的 所以当如果一个企业 他在出口的这个路上走得很顺啊 我指的是所有的可能 包括在新西兰甚至其他国家 那他是不是就更愿意去重视这个出口的这个部分 而忽略本国市场 对其实呢这个问题不仅仅在乳制品里面有 在很多比如说咱们的海鲜 生鲜樱桃之类的这种产品 其实都有同样的问题 你出口能拿到更好的这个销售额 但本地的销售这个购买能力呢 购买体量也没那么大 这其实是个非常艰难的选择对于对企业 所以作为我们来讲呢 其实我们会有每年有固定的份额 一定要保证本土的市场 然后有一部分是给国外啊 包括是给其他全球各个地方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占卫 不能因为这个市场比较小 我们就不做 其实呢就是我们产品呢 是作为一个纽西兰 新西兰是我们的一个根基 所以我们在本土市场也是做得不错的 对因为像前几年 我们就会看到 中国大陆很多的这个消费者 前去香港或者一些地区 他们去抢购这个奶粉 以至于让很多本地的人 引起了很多的这个不满 他们觉得好像是其他地方的 来争夺了他们自己的这个需要 你觉得现在新西兰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现在新西兰的这个问题呢 相对来说比较少点 因为疫情留学生也没有那么多 但是呢实际上最大的一点 就是大家知道的 现在任何的这种 不能在超市买完就寄出去吧 像奶粉这些都比较困难 因为那个它没有这个 达不到我们的监管的要求 所以你寄出去都非常非常的难 那这块基本上是少了很多 那么另外一点呢 是经过这么多年这个出口以外 以后呢我们在整个全国 有一个很好的系统 有很好的追溯系统 能保证的大家在国内呢 买到的都是真货 然后包括我们也参加这个进博会啊 像这些活动 其实也有不同的渠道 能够直达消费者 然后消费者的心外感 其实也是一直在增强的 所以其实现在少了很多 类似于比如说因为旅游过来 人肉回去的这一种旅客 可能他们又想要做一些 这种私人的代购啊什么的 这样的市场可能在减弱 那么另外一方面 就是现在的疫情 刚才你也提到了 是不是更多的影响了出口 现在疫情呢 其实确实在整个方面影响很多出口 大家知道新西兰的几个支柱产业啊 首先第一个是建筑业 教育业 旅游业 还有食品 特别是乳制品这个行业 都是新西兰的支柱产业 那么建筑业最近房地产业比较热嘛 但实际上它是个内循环 对不对 那旅游业基本上 海外市场是就停滞了 教育业是属于一个 也算是进口啊 也算是出口 出口交易嘛 那这块其实也很困难 那么基本上很大一部分 25%的这个乳制品 在新西兰的这个 体重比重里面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大家问乳制品占多少 大概是占我们整个GDP的 3.5% 那如果换成出口额的话 大概占我们出口额的四分之一 那这一块其实是 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在疫情期间 您说的啊 就是疫情期间 整个有什么变化 其实是很乱的 很乱的 为什么说乱呢 作为这个婴幼儿 配方奶粉来讲 大家是就是 很多妈妈要去工作 对不对 工作以后你没有办法 喂养小孩 可能就给他喂奶 但是如果你待在家里 你就不需要婴幼奶粉 你可能自己喂 但是同时呢 我们有很多 对于这种蛋白质的需求 好的这种养奶的需求 因为可以增 说是可以增强 我们的抵抗疫 那么这一块呢 在承认这块 我们增长的也比较快 对都有不同的 这种情况 就像您说到的 如果他栽在家里面 要自己去喂这个母乳的话 可能他自己也需要去 寻求一些 对 可以养的奶粉 来补充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能量 没错 所以也就是换句话说 您刚刚提到的 虽然我们面临这个疫情 边境各个方面的管制 但是呢出口行业 还是在正常的进行的 对整个出口行业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稳定 当然也受整个全球大环境影响 那明年 当然是今年啊 21年是怎么样 其实现在大家 还是有一些问号的 虽然疫苗出来了 但是整体呢 大家对于这种健康的食品 健康的生活方式 需求还是不断的上涨 那所以我们的产品呢 其实出口也是上涨的 那换一个方式来说 西西兰是这样啊 那整个全球现在的这个出口 是不是都还在正常进行 就是乳制品的这个框 乳制品这边 其实是跟疫情 非常非常相关的 就是我前面所说 是大家需求 但是你从生产端来讲啊 比如说大家知道欧洲 现在一直疫情都比较麻烦 是吧 其实一直都没有控制住 那么包括我们的邻居 澳大利亚 其实也是有零星的这种案例 那么特别像欧洲啊 包括像美国 像这种情况 其实生产啊 包括很多都受了很大影响 包括出口 那么这块的出口 其实是有一定问题的 那新西兰在整个疫情防控 这块是做的相对是 一个是比较好 也是比较幸运的 所以呢我们在这边 其实跟其他国家比目前来说 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我能不能问一下 就是关于除了这个疫情之外 我们新西兰的这个乳制品行业 它其实在全球 还是面临很多的竞争对手 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谁 对我觉得新西兰的竞争对手 一个是自己 一个是外来的 为什么说自己呢 其实我们其实很多时候 要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 也要有自身的一个升级 这是一块产品的升级 另外呢 作为这产品来说呢 我们有很多其他的竞争对手 从各个国家啊 比如说欧洲会比较多 我们说的荷兰 法国啊 当然澳洲也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其实他们的优势就是 他们的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 让他们整个的这个cost 他们整个的成本 是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本身有我们优势 虽然我们的成本高 但是我们的质量好 我们使用这种青草喂养 使用很多的这种 比较原始一点的方式来饲养 那么这一块呢 就相对来说会在整个的 对于消费者的品价比上 品质的要求上 我们可以满足 但是从消费者的角度 是不是他们也是比较不容易 在短时间里面去区分账的一个 您刚刚说的 可能澳洲有工业化的呀 可能新西兰是有这个青草喂养等等 可能他在接触这个产品的时候 他不会去想到这么多 所以会影响 就是从广告的角度 宣传的角度 可能会影响到新西兰的这个 所以就是说 我刚才所说的 新西兰的竞争对手 有一个是自己 自己怎么能把一个好的产品 给宣传出去 让更多的人知道 我们是有这种方式喂养 是以这种方式生产我们的羊奶牛奶 那这块其实是很重要的 其实刚才杨光哥说了很多 就谈到了关于这个竞争的问题 每一行都有自己很多的竞争 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再问一问杨光哥 关于他一些个人经历上面 面临什么样的一些困难和选择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三三来客了 我是文婷 今天我们节目很高兴请到的是 乳制品行业的行家 杨光哥 我们再次欢迎你 文婷姐 刚才我们聊到了关于很多竞争 行行都有竞争 那首先我想问的是 您现在从事的这个行业或者职业 是您自己特别热爱的吗 对热爱嘛 就是有热情又喜爱 是 我还是非常喜欢我这个职业的 因为我觉得能够把自己所学的东西 或者自己所创造的东西 能够带给大家 能让更多人有这种健康的 这种生活方式 是 但是您说你学这个专业式食品学吗 从这个本科 我相信应该很少的人 一出生就梦想我要去做一个食品专家 或者去做一个营销专家 所以实际上 您现在热爱的这个行业 是您最初的梦想吗 其实这么说呢 其实每个人的梦想 或者说每个人梦想嘛 就是你可能达不到的 整天做梦才能想到的那个东西 是不是 就是你每个年龄阶段 它会不同的变化 那可能你从小 你可能喜欢的是这个 有可能会有不同的变化 没错 所以您以前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其实最开始是想做生物学家 生物学家 对 因为我特别喜欢养动物 从小时候就养了很多蜥蜴啊蛇啊 这种很奇怪的动物 对 后来又很喜欢写东西 因为成为作家 成为作家 然后写东西写多了以后 就有一颗文艺的心 对吧 那就又想去当演员了 又想成为一个演员 演绎人生了 对对对 所以你每个阶段 都会有不同的变化 就跟你现在看你 十年前二十年前 不要二十年前 十年前喜欢的女孩子 是 可能跟现在还是一样的 或者是不一样的 所以 所以其实你的人生是 有一半还是非常的感性的 可以这样说吗 怎么定义感性 就是说 因为写作呀 表演啊 成为这个文艺青年 应该说 从骨子里来说 都有感性的一面 但是我觉得 作为这种市场啊 营销啊 包括做这种生物学方面的研究 它可能是比较理工科 比较这个理性的一个部分 所以其实在你身体里面 是有多样的元素在一起的 其实生物呢 咱们说生物 其实也是个很感性的东西 一个细胞怎么分裂 其实我们讲的这个病毒的话 怎么把它控制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 哇 我觉得听了阳光哥这样讲的话 我突然觉得 每一个学科 其实不应该在我们的印象里 那么神秘 就好像这个所有的这种课程 它应该都是相通的 就像如果您之前想要去当一个科学家 没有成功 可能最后变成了一个商人 但是因为你科学的梦想 去带领你走向了这个商量的道路 所以你虽然没有成为一个艺术家 可是你成为了一个很成功的这样的一个营销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专家 所以前面我们也聊到了这么多关于竞争的话题 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竞争 那你觉得就是你现在身处的这个行业算是竞争最激烈的行业吗 其实我没有到其他行业 或者是我当然也有跟各行各业的有各种合作 所以我看到的像国内也有很大的竞争 在新西兰这边来说的话 我所处的这个行业永远都有竞争 而且竞争是这样子 溺水行舟不进则退 慢进也是退 所以你只有不停的往前进 才能达到新的目标 那么我看到国内其实竞争也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是 所以因为现在每个地方的竞争都如此的激烈 那如果你一直都针对的是一个像中国市场这样的一个大的市场的话 会不会就忽略了其他的地方 经常我听到很多人说 不要把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这是一个本地人经常说的一个谚语 那么有几个 这个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篮子很大 说的是中国 你可以把所有蛋放进去 但是如果这个篮子坏了 那你怎么办 所以你需要找的是另外的篮子 但是找篮子的过程 或者你找到一个正确篮子的这种情况 有多难呢 这其实也是个非常有竞争性的 对 比如说我们现在新冠疫情 你很多地方你是不能去的 是吧 然后你很多时候你不知道这个市场是怎么样 那么你除了中国之外 你还要能找什么样的市场 那这个其实就是有很多的 怎么说有很多的这种创造性的过程 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像多南亚的国家 其实最近也是有很强的增长的 是 所以其实你是同时兼顾着除了中国以外的其他的这些市场的调研 我也会关注一些其他的市场 那一般要进入一个国家 我们说从零去了解一个国家 他的比如说居住习惯啊消费习惯等等 是不是一个非常需要做大量功课的事情 这是个非常长期的过程 所以呢 包括我们现在在中国 其实已经进了十年了 十多年了 但是实际上还是一直在学习 因为你竞争的最大的对手 永远是你自己 但是呢 你如果是要进一个其他的国家 确实没错 就跟我们当初进中国一样 其实就是从零开始 那这个过程呢 你首先自己要对这个市场 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第二个你要选择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 这是跟结婚一样的 一定要找个合适的 第三你要跟你的合作伙伴 要不停的一同成长在这个市场 因为这市场实在是太大 太具有挑战性了 但是您刚刚说进入中国 已经十几年了 我相信十几年前 这个中国的消费者和现在比起来 应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对对 非常非常有意思 就是我前面所说 它不是一个经典的发展中国家 但是在十几年前 二十年前 它就是一个经典的发展中国家 消费者消费水平 整个就体现不出来 但是呢 现在其实呢 我们所面对的消费者不是 像你说说的一组两组 它是每个阶层 每个不同的层级 然后每个不同的年龄 性别 对吧 它有不同的需求 所以这个是非常具有挑战性 所以你所做的品轩 你所要做的产品 其实都要符合他们所在的那个圈子 和他们所要的需求 而相对于其他的 您提到的 其他东南亚国家 是不是相对而言 应该说就会缓慢一点 就他们的这种可变性 就稍微要可控一点 东南亚的相对来说 很像二十年前的中国 比如说二十年前的中国 在上海 上海可能问今天纽约的女孩子穿什么呀 今天东京的女孩子穿什么呀 那今天大家也不过问了 今天大家已经讲国潮了 讲各种自己想了 其实它已经在很多阶段是引领了整个世界的潮流 我中国这一块 但是在东南亚这块呢 很多时候他们还是跟着欧美 所以呢 欧美流行什么 他们可能流行什么 那你这个产品的研发 你在这些国家 你就可以找到一些对标的产品 但在中国 你确实就要靠自己的思维 去自己思考 因为你在 已经找不到可以对标的产品了 所以如果你要去挑战 像中国这样的市场的话 整个企业面临的 无论是成本啊 时间的消耗啊 各个方面是不是这个 它需要付出的就是其他市场的几倍甚至更多 中国确实要花上超过几倍 可能我觉得几倍都 会甚至更多 但是呢 只要你找对那个点 你的投入 那可能就是几十倍的回报 因为你跟大家比 就是跟新西兰本土的人口比 中国随便很多城市都是500万以上的人口 所以你如果是找对一个点 其实它的回报是比较多的 所以你的投入也当然也是相对 也是很多的 那现在你觉得在中国的这个 从出口的角度来讲 是大城市的潜力 或者说是它的这种消费能力 更让你们青睐 还是说你们觉得更希望去二线三线 甚至是更小的城市 这个其实呢 最近有很多朋友问这个问题 就是关于到底是你大城市好 还是小城市好 那我们也知道 在国内很多大城市的也会 应该到小城市嘛 对不对 那实际上在我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觉得大城市是做品牌 小城市可能还是做销量 因为大城市像上海 像北京 广州深圳 像这些比较大杭州 它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你的这个竞争也是非常非常强劲的 大家都在抢占这个城市的渠道 那么这些小的城市呢 不是说大家不抢占 但是各有各的玩法 所以呢很多时候 无论你是从我们工厂或者品牌 或者是电商 它其实现在在抢占的 包括在去年几年在抢占的 一定是三四五线 甚至到十八线小城市的市场 而不一定是大城市 大城市做品牌很重要 但是未必能够达到很好的销量 所以换一个角度来说 就是两个都必须得抓 因为如果说你只是有一个销量 挣了一些钱 但是呢 没有一个大城市的这种口碑 可能影响整个品牌的这种形象啊 包括它的这种知名度 是的 你一定要有一个新鲜兰的贵族口音 才能有个比较好的根基 那么首先呢 我们这块呢 一定要把根基做好以后 把品牌做好以后 再去辐射其他的渠道 会比较方便 但是我们知道你去做一个出口 一定要培养当地的一些销售啊 包括经销商这些部分 他们对于您所接触的 这个产品的一些专业能力 所以其实你之前也是去中国 做了很多的一些 类似于什么宣讲啊 或者说是培训啊 等等啊 那您的体验怎么样 哇 看起来很有风采的样子 谢谢 我皮带还是这个皮带 上面没有雕阳光哥 所以实际上你 我从很多时候呢 我们跟这个 我们下面的经销商 包括我们消费者 其实我们想的 跟他们想的完全不一样 就是我们对于新新兰来说 新新兰讲究的是什么 绿色 纯净 无污染 对于消费者来说 我们这个优势跟欧洲 跟北欧 挪威 瑞典 像这些二兰 没有任何区别 他们也是纯净 绿色 所以呢我们新新兰的品群 其实一直有个误区 就是我们的可竞争性优势 并没有转化成我们的销售额 或者是说只转化了一点 还是说这样讲 会不会就是有一些接近这个意思 就欧洲国家 或者说是美国类似于这样的西方国家 他们先占了 本来属于我们这边优势的一些广告词 对 因为他们相对来说反应快一点 然后他们的宣传力度大一点 而我们其实就是觉得我们很纯净 其实说的不好听可能是自嗨 但是确实我们也很厉害 但是呢这块呢 在消费者 在中国消费者的心目中呢 没有形成一个非常 就是top one number one 所以呢我跟他们宣传的时候 更多的是讲究我们怎么能够作为新型丸企业 怎么能够更贴近中国消费者 来生产或者来研发一些中国消费者所需要的产品 而不是我们坐在这里说 我们能给你 能给你什么 我们是很纯净的 这个是不行的 消费者其实他并不是能完全被教育的 而且他可能也不需要你的教育 他可能需要的是你怎么跟他分享一些好的东西 而且历年来好像就是洗脑式的这种宣传越来越多 好像很多的品牌都在进行给消费者灌输他们的就是刚刚您提到的那些词汇的优势 所以现在你觉得这种转型或者说面对现在这个全球市场又面临疫情的情况下 你们的这个发展或者说是走向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无论走向怎么样 所有的大所有的河流都会往大海走 所以你的方向肯定是一定的 那么全球来说在疫情之前和疫情之后其实都是一样的 一个是大家对于这个美好的这个生活方式 是吧 健康的饮食一定是整个大家一个大趋势 大健康的趋势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数字化 数字化也会比较多 我们像今年包括我们现在不是也做很多直播 包括专访像这些 整个你卖货的方式也会不一样 那么其实我们抓住几个大趋势 然后提高自己的优势 讲好自己的宣传方式 看看自己的产品怎么够能够适合咱们的消费者 每个地方不同的消费者 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人群 那这一块呢其实就会给我们这种成功的几率增加很多 在节目的接近尾声了 我还有一个非常想要问的问题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问题 您能不能够真实的来解答 就是现在新西兰的这个牛羊的产量 还会成下降的趋势吗 我觉得这个其实呢 很难说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形式 但是总体来说 如果你是按照一个十年的情况 我觉得它还是会增长的 因为整个东南药包括中国 它其实对于乳制品的消费一直是在增长的 而且体量都会在那边 那么整体如果你做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观看的话 它的整个的这个对乳制品的需求量 一定是对蛋白质的需求量一定是增长 为什么中国现在在全球来说 人均的乳制品消耗量只有全球的三分之一 所以它还是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那么其他国家 像东南亚国家就更不要说呢 那像这些新市场 它一定是可以增长的 那我们说像发达国家 它可能就会属于一个比较平缓或者下降的过程 那么整体我觉得还是会增长 好 非常感谢杨光哥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给我们灌输了很多羊和牛的知识 希望有机会再来向您请教 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 或者建议 欢迎给我们下方所显示的短信平台进行留言 同时还要提醒各位 我们的YouTube频道已经同步上线 您只需要搜索33新西兰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好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